一列从法国加莱出发要前往英国福克斯通的列车 23号下午经过了英法的海底隧道时突然间故障了 造成的是超过400名旅客 他们被迫提着行李沿着维修的隧道走出来 而旅客也拍下了疏散的画面 大家真的都是提着大包小包的徒步穿越了狭窄的维修隧道 终于是离开了海底隧道 列车当时才刚刚进到隧道10分钟之后 警报大作车灯就全灭了 也因为这个列车没有办法继续的行驶 所以不得已只能够途步走出来 最后搭上了另外一辆接驳的列车之后才顺利脱困 也让原本只要35分钟的车程 最后是花了6个小时才抵达了目的地 想扩大国际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